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知情里面也有很多优秀的人 我们说的是一个社会现象 这个给大家澄清一下 不能把遗传的人都打败 昨天我们看到美国出了一个消息 就是说美国制裁了中国的一个将军 那么这个将军因为跟俄罗斯买苏三五 但这个制裁不是针对中国的 它是针对俄国的 针对俄国之后扫上了中国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美国很重视它做出的一些行动的执行效果 所以这也不是我说的 美国要对中国出三个清单 其中有一个就是对中国的 有可能对中国的一些高官进行制裁的清单 这个不是 跟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也要说明一下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 美国还有这种手段 还有对高官进行制裁 是它惯用的一种手法 那么昨天还有一个消息出来 这个消息影响比较大 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要求中国的新华社 和CCTV 美国峰支 按照美国人的这个 外国人代理 和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进行登记 这个事影响其实挺大 很多人可能是不太懂 因为按照这个法令的话呢 就是视作美国已经不把CCTV和 新华社看成新闻机构 而是看成中国政府的公关机构 游说机构 这个游说机构呢 当然并不单止新闻传媒机构啊 其实新闻和游说机构 它是严格界定清楚的和分开的 它还包括一些律师 公关公司 就是你在美国进行公关 院外公关是可以的 你登记 并且按照这个代理人 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你还可以操作 它就要求你每六个月要报备一次 告诉你这六个月干嘛呢 下来谁 说了什么话 它允许你进行公关 但要求透明 这就是这个法律的效率 这样等于说废掉了CCTV和新华社的新闻的这个身份 这个是挺麻烦的 对中国来说影响挺大 但是这可能还不是美国全部的这个招数 就在对新闻机构 因为中国还有其他的新闻机构啊 人民日报呢 对不对 还有胡锡进同学的环球时报呢 环球时报好像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胡锡进同学来 一下飞机我估计就给美国人贴个标签 代理人 对吧 你贴一贴咋美国人的那个就是你干的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美国对中国现在一点都不客气 在这一点上呢 美国写的 大家很多人说美国写的保守收缩 这符合川普对美国的定义 对美国的定位 对美国发展的这种判断 美国在很多领域确实在收缩 并不是在收缩 实际上是在防守反击 因为前面过于放纵 这个有些人就无法无天了 比较明显的 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这个影响力 受美国的影响比较大 受川普总统的影响比较大 穆斯林世界对加拿大就完全不一样 这就说明美国的很多政策 它效果确实是很明显的 那么美国当然在全球贸易领域里面 现在是动作频频 我说过 美国不是要退群 美国只是要把原来的这个 踹翻 自己重新搭建一个 世界贸易的这个格局 现在看来就是这样 它跟欧盟 跟墨西哥 跟日本 韩国和加拿大 都在谈不同的协议 这种协议呢 它是围绕美国的产业发展 围绕美国的国际贸易的这个需求建立的 所以这种协议呢 你可以视作美国的单边形 它等于肢解了 过去在全球化的体系下发展起来的 国际贸易平台 WTO这个平台 就美国人认为 WTO已经不足以达到 它想要的目标 所以在组建一个 以它为中心的 单边体系 那么 美国人这么做 当然是中国和欧国不干了 不开心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李中堂在天津有个发言 在这个发言里面 李中堂讲到 全世界还是应该发展多边贸易体系 这句话呢 老大也讲过 刘鹤先生也讲过 都反映了中国政府的一种判断 就是说中国政府还准备坚持多边贸易体系 就是全球化建立的这个成果 显而易见 这不是川普要的 川普呢 已经废掉了 这个国际贸易这个体系 尤其是WTO 对吧 那么李中堂讲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还是应该按多边体系的这个贸易格局 继续玩下去 我们可以改进 但是你不要把它踹翻 而且他讲 反对单边贸易体系 在这里面呢 我想说啊 李中堂更多的可能表达的是一种期望 希望这个多边贸易体系 WTO啊 全球化 继续发展下去 因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显而易见 中国的领导人在这方面表达一种希望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仅仅是一种希望而已 我想李中堂应该看清楚 希望渺茫 尽管他已经做了这种发言 所以很快有两个美国议员就开会 说李中堂讲的啊 没错 很好听 问题是 实践没实践 做没做啊 我们要看行动啊 当场就杠上了 对不对 这说明什么呢 从李中堂的发言 我可以判断出来 中国对于全球化有点寓意不舍 舍不得啊 手牵手很长时间了 对吧 都有这个互之温暖 那么怎么能放得下呢 所以这个各种长河啊 中国的领导人都在呼吁 但是我想说这种呼吁已经没有作用 全球化的上一轮的全球化的发展结束了 全球化的进程啊 这个终止了 就是川普终止掉的 因为原来的全球化体系 貌似是一个中美甚至俄 就是这个多级的这个体系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逐步去中心化的一个体系 那么在这个体系里面 中国当然游刃有余了 对吧 但是呢 通过川普总统的这么一系列动作 我们看到 过去的这个贸易组织 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潜在的中心的 那就是美国 去中心化就是去美国化 这事呢 快干成了没完成 那么让川普发现了 所以呢终止了 很多人问什么叫全球化呢 全球化究竟对中国好在哪里呢 对吧 全球化 这件事呢 实际上在 这件事 如果要想对全球化进行精重理解 那么在2003年开始 到2013年 1213年 13年 14年吧 这10年时间 你应该待在中国 你就知道什么叫全球化的影响力 那你如果待在加拿大 如果待在美国 待在其他国家 你感受不到全球化的影响力 如果你待在俄罗斯呢 可能还能感受到一点 主要是待在亚洲 你能感受到全球化 给一个社会带来的巨变是多么的大 我们能看到 这个 03年到13年之间 02年是龙家宝总理 这届政府上台 对吧 那我一直在说 但是上一届政府 朱镕基总理政府打下的基础呢 在02年 03年才开始发挥作用 一直到08年 就是龙家宝总理这一届政府 消耗掉了朱镕基总理政府 那一届的红利 然后呢 结束 08年结束 在08年之后呢 还惯性向前走了一届 走了一点时间 一个全球化 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 是翻天覆地的 我们不能说好 还是不好 客观的事实就是巨大 谁也不能想象 中国人一夜之间 可以 有这么大的改变 可以赚这么多的钱 可以对自己的城市 进行这么巨大的翻新 有这么多的 这个城市建设 地铁 高铁 对吧 机场 这个涌现出来 无法想象 这就是我经常观察 我在推特上也观察 这个我们海外的华人世界 谈中国一些现象 盘摄的讲 113年之前出来的 华人对中国的了解 已经不升了 他停留的 对中国的了解呢 是旧中国 是一个破旧的中国 而03年之后的中国 才是一个全球化带来的中国 就是说可以清晰地看出来 很多人无法理解 怎么样去扩张他的想象力 他都无法想中国发生什么变化 他用美国去想中国 也想不出来中国是什么样的变化 尤其是这个一线城市变化巨大 现在是当然现成变化也很巨大 对吧 那么这种变化呢 显而易见 这个是全球化的局势下 局面下 中国老百姓啊 努力了结果 本来这里面如果单从经济的角度看 这个势头啊 在08年之前一直很好 这个中国确实错失了一些机会啊 其中非常可惜的一次就是 02年朱镕基总理下台 他的改革没有完成 他的改革要是能够完成啊 中国现在的后面的这些权贵的家族 不一定有这么厉害啊 因为藏富于民是朱镕基总理的 这个一个导向 其次呢 在朱镕基总理的时候 已经对于这个 他治贪官的方法 从经济的角度去治贪官的方法 是切断这些官僚 或者这些家族的利益的这个网络 如果说你是藏富于民了 你保护民间资产 在朱镕基总理的这个时代里面 通过了一部法叫物权法 明确保护私有财产 但是 很遗憾 中国的政治就是这么让人看不懂 02年他盖了一届就下台 如果他再盖一届到06年 那么应该说08年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 中国是一个大飞跃的时候 而恰恰相反 美国发生危机的时候 中国也发生危机了 实际上中国有中国的问题 那么 我们说全球化带来了生产的全球化 当然首先生产全球化 这是生产向中国转移 然后是市场的全球化 那么因为生产向中国转移 中国培养了大批的产业工人和中产阶级 消费上来了 怎么办 市场要全球化 全球性的这个产品啊 拥向中国 中国庞大的中产阶级在消费 对吧 中国人过去是上马桶是东坑的 以后慢慢才有这种 水箱式的这种马桶 以后才有这种 坐的这种马桶 05年的时候 今后大部分的这个中产阶级 反正我周围的朋友 几乎都换上了这种 这个日本的这种 冲林的马桶 这是 这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啊 就是中产阶级大量的消费 房子 汽车 日用品 摄取品 对吧 对孩子的教育 那么这种 市场的全球化 让中国老百姓 远是感受到了 这个这个海外世界 国际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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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的影响 反过来呢 它又促进中国当地的生态系统 产业生态系统 当然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还有一个就是人的全球化 大批的中国人到海外去学习 早期是学习 不是参观啊 参观是后期 所以中国人为什么有时候把一些好事能够变坏 早期确实是中国人送出来都学习 各个各大商学院 对吧 但后来呢 就是 呃 官员也开始去学习 官员下学 外学习的人还出去学习 据说啊 有人告诉我的 对吧 一个一个老总 巴西有个大坝 巴西还是 应该是在巴西吧 世界上最大的水坝 他们去参观的时候 那个水坝的管理者受不了了 就给他们讲 因为他们是中央级的这种企业 就给他们讲 你知道我们 一个月要接待多少批中国的参观者吗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一天一批 对中国的这个参观者 然后我们是欢迎的 到最后呢 我们一天十批 我们有点受不了了 因为我们发现 这些来参观的人 就是看看 实际上后面没什么效果 也没什么合作 到后面 当一天一百批的时候 我们受不了了 我们要收费了 竟是我们的官员 来在这 不是学习我们的大坝铸造技术 而是来看我们的这种风景 就是说 你都让参观的 都让别人深厌了 可见那个多么的厉害 对吧 所以 人的全球化 当然参观对中国的这个人啊 是有好处的 那国际化的事业至少建立起来了 对吧 那么 那么也是 中国的全球化 还包括 我们说这种 思想的全球化 实际上在经济领域里面 在财经界 在商界 中国 由于产业升级 世界制造中心 大批的这个白领 中产阶级起来 那么他们如今 四刻的学习 世界上先进的这种文化 主要是美国的 管理技术 这就包括 对这个 美国的一些 商业制度 公司治理结构 的学习 所以中国的公司法 是参考了 很大程度上参考了 美国的公司法 当然他也参考了 日本和这个 德国的公司法 那么是个四不像 但从公司的治理结构 中国人逐步的有了 这种封权的意识 流程化作业的意识 有了这种 上下工序 直接彼此合作的 团队的意识 有了这种契约的意识 对公司上进行管理 那么回过头来 这些意识呢 会渗透进社会 回过再进一步的 渗透到政治领域里面 这就是 全球化 给中国带来了繁荣 也给中国的执政党 带来了警惕 美国的思想来了 对吧 他从经济 商业领域 将社会领域扩散 那个时候 社会上都讲 这个契约精神 都讲这个法治 都讲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逐步的从社会领域 向政治领域过渡 那么要 要有团队精神 要有 自己的个体的权力 要得到声张 这就是提出的政治诉求 这是中产阶级 这是正常的社会现象 社会学里面会讲这些东西 就是经济发展的一定基础 那么中产阶级一定会发生 提出政治诉求 但是呢 碰上了中国的这个 一党制的这种体制 它是不容易的 所以呢 后期呢 全球化就是 经济上继续全球化 政治上收紧 一党制强化 这是后面 到后面18届 18大以后呢 那就没法看了 对吧 这是全球化 当然全球化 还有一个资金的全球化 全球各国的资金都跑到中国去 对吧 但那个时候 大家都能可以看到 各国的代理商 这个资金的代理人 到处在找项目 但是呢 我很遗憾地说 全球化结束了 资金的全球化也结束了 中国的资金首先不能乱跑了 其次外国的资金 也不愿意到中国去了 这个人的全球化 也快结束了 人都不能自由进出了 给你个防火墙 把你关起来 然后呢 还要给你洗脑 对吧 你只能看CCTV 有人说看CCTV可以治病 肯定可以治病 天天看CCTV 啥都不想 就那么高兴 傻呵呵 对吧 没有神经病 那么市场的全球化 当然也结束了 没有全球化 关税打的就是 要不要全球化的问题 你不要 那美国的公司市场也关掉 25%的税 给中国的产品 对吧 这地方就加一下 就说这个美国 为什么对中国 这个 百分之十 两千亿的这个关税 先给百分之十 先挣百分之十 最后挣百分之二十五 这是一个过渡 这个过渡是干什么呢 很多人没看懂 这个过渡是让 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撤离 离开 但是我现在给你的过渡器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之后 百分之二十五 连苹果都不可能 得到赦免 那苹果现在面临问题 你是要放在中国生产 还是要撤走 我判断 在中国市场的一些产品 美国可能会 放在中国生产 但是在其他市场的 苹果有可能 会放在东南亚市场 或者是部分的撤回到墨西哥 美国 加拿大没有 加拿大人工比较贵 那么生产的全球化 这就是我们说 市场的全球化结束的时候 生产的全球化就结束了 供应链 产业链就被肢解 部分产业链会搬到北美 部分的产业链会走到 美国提到的那六个国家 我前面说过 东南亚的六个国家 转移到这些国家 美国拿这个产业的转移 还是要做文章的 并不完全是经济布局 它跟政治布局 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说 全球化结束了 李中堂讲的 希望多边主义的 这个发展下去 这是良好的一种愿望 中国如果还在坚持 到处去喊 要发展多边主义的话 空喊 没用 全球代替 全球化的是什么呢 这个局域化 就是这个区域化 贸易的区域化 那中国如果能够搭建 一个自己的 一个贸易区域化的体系 这个也就不错了 这个看来一带一路 有可能是 中国要搭建的 一个贸易体系 但不可能 还给这么多国家 因为你没有 资金的全球化的话 你支撑不了 你只能说你中国产品的 局域化 或者这些局域化里面 能够吸收中国的产品 中国的这个市场 那么俄国有可能会搭建 一个其他的通通都是 欧美搭建的 欧盟搭建一个 美国搭建好几个 美国搭建一个东北亚的 日本韩国 这就是一个 还有一个日本 澳洲 印度 这有可能一个 东南亚其他可能 美国主导大一个 那北美是美国会主导大一个 美国和欧洲还会大一个 对吧 中东欧 就是 这些国家呢 应该是偏向欧洲 再会跟美国 也有一个 区域贸易体系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全球化 被区域化替代 这个是 决策者应该 很敏锐地 要看到这一点 现在重点不是 再去喊全球化 或者是多边贸易体系 重点是搭建自己的贸易体系 这个话就能讲到这 那么在这个 搭建贸易体系的过程中呢 中美当然贸易 影响全球 也影响彼此 所以中美之间呢 还在谈 据说这个 刘鹤先生要到美国来 那么如果 刘鹤先生来美国的时候 谈什么呢 还谈过去那些东西吗 对不起没用 中美之间的谈判 对美国来说已经鸡肋化 有你可以 没你也可以 就你来了 我吃一吃 尝一尝 舔一舔 没有你的话扔掉 也没关系 不影响我 我有牛排 我不要吃鸡骨头 对不对 所以刘鹤先生面临的控制 因为刘鹤先生呢 我一再说 刘鹤先生他是很 他确实是不好做 两面受气 国内有压力 这个反对者肯定给他压力 那么是不是上面也给他压力 美国给他压力就更大 对吧 而且裁判没进展 排斥的讲 中美之间如果不谈 今天也是这个局面 甚至还不到这个坏的局面呢 就你谈成这样了 不是我不是说刘鹤先生 谈成这样了 而是在谈的过程中 中国的这个统治 经济学的思路 让美国人依赖无余 就看出来你的露鼠 看出来你的这个想法了 美国人更是 对吧 所以川普总统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把500亿的一下打成这么大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规模的贸易战 那现在看来 谈判不能把前面的这些贸易措施去掉了 很难 非常困难 所以我前面说过 谈判没用了 中国重点不应该放在谈判 而应该放在自己的改革上 放在自己中国社会的发展上 建立新的国家治理学说 怎么样面对未来的这个社会 怎么样面对未来的人类的发展的需求 所以中国应该搞清楚 未来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中国应该变成什么样子 改革成什么样子 这是重点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刘鹤先生来识字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因为美国人要的其实有两点 我跟陈耀平先生一块做节目的时候也说过 美国人短期是要收益的 要有利益 要能看到收益 对吧 这一点呢 这个通过贸易战 他展现出来了 他说出来了 美国人长期要的是安全 什么安全 就是你中国变成一个安全的国家 安全的政体 他才能感觉到安全 如果中国变成朝鲜 他能感觉到安全吗 今天的朝鲜 他为什么去掉今天的这个朝鲜的核能力呢 朝鲜不安全 独裁专制的体制下 美国都认为是不安全的 不对 全世界都认为是不安全 因为专制的体制下 一个人发封 全国人民遭殃 现在是全世界遭殃 他不可预置 不可预测 最重要的是 他的这个价值观 世界主体价值观 其他国家价值观冲突 所以如果中国朝鲜化 请看看今天美国怎么对待朝鲜 未来美国就会怎么样对待中国 中国的这一代执政者似乎有喜欢这个朝鲜的这种过去的模式的这种倾向 如果你把中国真的变成一个朝鲜 那美国一定会走向这个肢解中国的这条路 因为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谁都不敢去冒这个险 让中国朝鲜化 所以川普总统要的 刘鹤先生给不了 他要一个安全 要中国进行这种改革 刘鹤先生做不了这个主 所以他只能在短期目标上去满足美国人 可是在这一点上呢 美国人毫不妥协 对吧 提出了这个 这个 要什么 零 三个零的 零关税 还有什么 就是这个 前面我讲过 零补贴 还有一个是 要求美国 中国不能让美国强迫转让技术 就是这些内容 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 问题在 这些要的呢 也是要求中国进行深刻改革的 也是跟中国的国家治理学说有关系的 你说中国要是不对国营企业补贴 那不早完 国营企业马上就完蛋 对吧 国营企业不靠这个政策的补贴 政策的这个倾斜 没有竞争力 没有核心竞争力 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那国营企业动掉了 是不是动掉了中国的执政基础啊 因为中国不把民营企业视为它的执政基础 不把私营企业视为自己一家人 所以你打掉国营企业 那执政基础没有了 这问题还牵扯到 政治问题 所以它不是从贸易问题 不是从经济问题 这就给刘鹤先生的谈判 设置了很多潜在的障碍 不可能完成大的目标 对吧 只能说双方决定 不要把这个局势失控的太快 美国当然是看着中国 你怎么办 怎么变 你跟我谈可以啊 我跟你谈 我的条件不变 那中国还有什么要谈的呢 中国要谈的是中国内部进行谈 内部的统治集团里面内部进行谈 跟自己的老百姓进行谈 谈这个国家应该向哪里去 这才是方向 所以不是重点 不是跟美国谈 而是要推进 中国的社会对话 中国内部进行谈 找到 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 现在的方向是 美国人觉得不安全 中国人觉得也不安全 你如果安全 你放那么多城管干什么 你放一个防火墙干什么 你放那么多这个间谍 或者是这个高密者干什么呢 不安全 所以中国是一个不安全的社会 没有安全感的社会 美国也觉得你不安全 大家都觉得不安全 你要它干嘛呢 对不对 所以这是要进行深度思考的 这个问题 今天呢 就给大家谈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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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